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是《向左望》的节目时间 如果大家看到这一集 我们《向左望》已到第一百集 很感谢大家 在过往那一百集里面对我们的支持 无论任何情况之下 都继续看这个节目 在节目未开始之前 也感谢今天帮我做首语的黄小姐 这一集最主要想回顾以往 我们曾提过华叔在他生前 其实也做过一些对他自己身平的 文献的一些收集或整理 然后出了他自己的自传大江东去 我想其实大家都会很关心到 就是华叔对他自己的政治生涯 或者他对香港政治的看法 如何透过这本书他自己的记录 或者一些资料搜集去表达 当然他那本是叫回忆六甄自传 自传规格就业务多 就是处非立选 回忆六甄他记得啥就写啥 他不记得啥就不写啥 记得的东西 对不对都好写下去不需要考证 当然我其实有两本书 一本就是明报出的所谓守护者 一本就是大江东去就有这本出版石出 守护者小弟有四本 因为有人寄了给我 因为守护者是由我 在今年明报产的二月写的一篇写作 可能他转载了之后 给回几本我 意思是稿费 其实我那篇就排到最尾 真是韬培没值 就是当时我对司徒华先生 就是华叔一些他过去经历的一些质疑 八思不得其解的东西 所以其实今日看上来 本守护者出了有我篇文在 而另一方面大江东去 司徒又现身说法 就是解了一些我不解之迷 如果讲体财来说 一本回忆录 尤其是当这个回忆录 是一个已经有病的人去做的时候 当然是不能够强求 就是他去博印旁征 或者是为他做一些注脚 证实可靠性的东西 因为这个亦都 我认为司徒当时都没有时间做 就是想到多少 所以其实我自己看就是 他早期的回忆有当事人的 那些当事人讲不讲呢 其实有些讲了 例如梁武贤和欧阳承潮 就是说当时在学友社里面 斗争思徒华的两个人 梁武贤后来就跟欧阳承潮结了分 后来就在加拿大 1970几年就退党 就脱离中共 也有 当年有很多人看过这本书 讲真假假就不知道了 但我有个看法 就是很多人都不敢出来 更正阿司徒很明显的错误 就是那个错误就是近期的回忆 例如一间有关五区公投的回忆 所以我觉得写历史难 写回忆路很难 但平回忆路 平历史也更加难 平转也更加难 因为谁敢去做呢 当现在大家知道 已经被人当了是神的时候 你走去 其实神都不是神来的 那当然是非常之大件事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司徒说其实他自己是 这个区议会方案的始作俑者 就是他提出来的 这个很明显不是 这一番是这个 现在这个收收保保的难产 其实是马岳和陈建民提出来的 是不是是不是 司徒说病中怎会能够提出这个方案呢 老实说说完之后 真是一声都没有 司徒在回忆里面 其实真是自话自说 譬如现在他说见到陈太 又见到李树銘又见到黎思英 那个饭局说他反对五区公投 事后已经有人出来说了 其实他不是反对五公投 他是反对二十三个总词 就是他反对五区公投 赢了之后 他如果政府不受犯的话 因为公民党提了二十三个总词 是吧 他又回忆了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跟现实有很大的距离 那么近的东西都是这样 当然你可以说远的东西 最后一个老人家来说 可能他更加记得清楚 不一定的 远远清楚啊 距离的东西都是错漏百出的 对吧 而且有很多事情都是 事后现在司法医病 他解释说 他不想回大学医病 因为这个有违的原则 如果秘密回去他就不想做 因為他不想做秘密 第二就是覺得有攜於心 老實說很簡單 同期胡佳就是乾牙五仔 你不見共產黨去找個專家小組去醫治 當然我不是刻薄到 個人要去尋死 但是很明顯很明顯 即是說那時候有很多東西是我們不知的 現在要由他們出來 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我看的那本書是程佳南約張文剛 不知誰又是誰 就是牽線人 然後再找薩耀華再介紹醫生給他 程佳南是甚麼人大家知道 我覺得在看大江東去的時候有一個問題就是 很難去論證 現在始終都是跟我在石榮報那篇文的時候 由他在學友社被人鬥倒了1958、59年左右 到1973年那段時間他做甚麼了 還有沒有跟共產黨有來往呢 即是他甚麼時候跟共產黨一刀兩斷是不知的 到現在他似乎覺得1989年跟共產黨一刀兩斷 東加他真是沒有罵過共產黨 即是由1960年到1989年都沒有罵共產黨 1973年他成為一個社會運動的領袖 所謂領袖的時候又沒有罵共產黨 文革都沒有說過 他說一以貫之 當然可能是一以貫之 因為他跟他的朋友在閒聊吹水 吃飯喝茶喝酒的時候 說可能是一以貫之 但作為一個社會領袖 躲在那裏說一以貫之有甚麼意思 怎樣去查呢 是吧 即是這是一個大的盲點 沒有旁證 他回憶這個 五區公投的時候說他如何英明神武 即是說一早看穿了 社民營這樣做是亂搞 社民營有沒有資格贏過選舉 萬一共產黨傾全力出來 我們輸了怎麼辦 不夠二十席去頂住那個難方案 老實說很簡單 現在你要不自己開門頂一個難方案進來 只不過那個難方案沒有那麼難 有甚麼意思 你開門一道 開一道門叫他拆進來拿東西 偷小點 偷小點 跟我拆進來 你完全不成思考 他自己覺得自己 在過去那麼多年領導運動 所謂領導運動 天下無敵 沒有一件事錯過 怎會最後來突然間錯了呢 而他以前搞的事 亦都真是老實說 在他的回憶內 沒有說了為甚麼會成功 很簡單舉個例子 鄧蓮儒告訴他 在1989年6月6日 他現在回憶了 原來當時大家很悲憤 他回憶是說 當時要搞三罷 但有錢人很反對 不說不要罷三日 罷一日 終於妥協了 亦都覺得 有些必備的事就不要罷了 李鵬飛他們反對三罷三日 他又覺得很成功 罷到了 但問題是同一日 因為同一日 三罷是很多人 上街遊行的 當日6月6日 他說他看到 已經在他住那裏 因為他住在右馬地 有騷亂 夜馬刻 就來天亮的時候 突然打給他就說 有些人下來 大陸派了人下來 他在香港是沒有親戚的 甚麼都沒有 他下來意圖不明 可能搞事 如果搞事就大件事 不如叫他退銷 他就自己拿了主意 百多人 很簡單 那個騷亂也不止百多人 他自己會說 那個騷亂之後捉了人 但那些人去了哪裏不知道 那幫甚麼人都不知 不知 不知 取出一個判斷 百多個大陸派下來的人 就可以搞亂一個 成百萬人的大遊行 以後就沒得搞了 不用玩了 不用玩了 第二共產黨哪有空 搞香港 自己在大陸 但要記住 6月那天是 三罰運動 6月7日 6月7日 哪有空 共產黨自己都未清理到門戶 鄧小平都未出來開會 他會多謝那幫平亂士兵 都未開過中共中央的政治局 擴大會議去罷免趙紫陽 他有空 他不如去捉反革命 你想想 那一年有些新聞片 後來放上youtube 其實都沒有交流到 那一群人究竟是甚麼人 甚麼背景完全沒有 那不要說了 施浩說你做了個決定是對的 現在看起來 是阻止了大陸在亂教 浪費氣 那是一個成就 是一個成就 此其二也 即是他去解釋他自己 為甚麼是對的時候 其實真的沒有甚麼助證 自己跟自己說 自說其言 即是很簡單 即是等於說 文年會輸 大舊和毓民興會輸 會令到不夠票 事實證明是完全錯 是嗎 他說共產黨趁機拿來命 現在的問題 就是司徒華是否認為共產黨 明知贏我們都放我們一馬呢 如果他的論斷是對的 即是說共產黨明知我們贏都放我們一馬 因為果然舉行了 而且還有一個因素就是 民主黨也果然出來破壞這個公投 即是說 所有司徒華估計的壞的因素 壞到無可再壞了 為甚麼共產黨不出來拿了那三個位去呢 你自圓其說當然可以 是吧 他已經說我們的口號錯誤 所以搞得不好 我們又自己犯錯了 共產黨為何要放過我們呢 不是講盡殺絕嗎 是好機會嘛 對 斯徒華就是一個可以自圓其說的人 老實說是經不起推敲的 為甚麼經不起推敲呢 千載難逢我自己犯錯 又加上民主黨 覺得不應該幫我們 有得我們一錯到底 是不是 等我們死了 那又為何共產黨不出來 解釋不到 是不是共產黨不認識到 司徒華有先見之明 看到原來他們有實力 他們覺得自己沒有實力呢 就是說司徒華比共產黨和民建聯更清楚 民建聯和共產黨有沒有實力呢 這就是所謂 完全都夾不到那個點是什麼 根本就是 是不是 就是不用說 根至於說 他自己發明的那個難方案 根本就是 我又不知道 到底那些人會不會出來說 所以你看回他回憶 五區公投 前前後後的事 已經知道我怎麼相信你 就是我不是不相信他人格 而是 不相信判斷而已 沒有辦法 就是 怎麼搞呢 他又不用解釋為何在這個 八九民運由四月開始的時候 已經出現學潮 為何他領導的民促會 要到五月十七號才出來支持 我想你就是一本 如果你說不在這裏自轉 就是一個回憶錄 回憶錄 他可以 即是 問題的關鍵就是 如果你說一個回憶錄本身 其實是一個對個人各方面的一個反思 或一個批判的話 很明顯整個回憶錄背後就是 某程度上就是希望在他臨離開之前 某程度上是一種歌功頌德 或者甚至某程度上就是 他要將自己塑造成一個 傳人偶像的一個文字記錄 可以這樣說 即是說你越這樣去寫 其實反而你是漏洞 破綻盲點越多的話 他亦都可能沒有懷疑到 其實你這樣寫 其實年輕人有很多 可以被你質疑的地方 但因為現在沒有人敢出來質疑 問題是我不質疑 不是因為建基於一個事實證據 是建基於一個可能是關係 建基於一個面子 建基於一個不想將一個偶像 一個形象被破壞 這個假設之下 我覺得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讀書界評論界 就是有沒有這樣的能量 能耐膽識去做一些梳理的功夫 我真的不知道 守護者那本的名部出的那本 就是一篇左右歌功頌德 只有兩篇會對司徒有些質疑 就是我一篇和文治一篇 我一篇是韜盤沒職的 還有陶關仁那篇都沒有 陶關仁寫了一篇都沒有 鄭家富出了一本 靜害一聲笑 也有在旁邊講講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 你要評論一個歷史人物的時候 好像司徒這樣做了一個決定 今天有沒有一個公正的評論呢 我就看不到有了 只不過因為他是特高望重 只不過他是一個類元人 類元人不是類人 大家不要以為我刻薄他 大家不敢說聲 就是亂說 就是忠容一個人亂說 是呀 就這麼簡單 這個就是事實 這個反而是事實 整集說的唯一事實就是忠容他 在場的人都不敢出來說 譬如李柱銘跟他在黎智英有個飯局 那幾個人還沒死 有些好道 他一直都是英明神武的 他那些出意反意 牽強附會 就是沒辦法 就是你看他在整個五江公投裏面 真的完全是牽強不堪 你有看過節目都知道 究竟在華叔生前 我們看五江公投時 我們對他一些看法意見 大家可以回答自己 再看之前的那麼多集 我想最大問題的人就是 究竟在整個社會 或者在泛民陣營裏面 究竟司徒華的位置 那個位置是否因為 要顧著司徒華原人的凝聚位置 而不敢對他有任何的批評 這個反而是 我自己會覺得 保留一個很大 保留態度的一個部份 因為如果你是完全為了 其實司徒華有答幾個問題 就是為何在領導底下 這個民主黨的 九龍東的滋暴的發展 已經是這麼差 這是事實 作為他個人來說 高票當選當然他維持到 但整個支部的發展非常之差 區議會有輸 在票數裏面 是左派唯一追得最近的 當然有左派在那區 根基深厚的原因 對他工作 但也不用說 就是他自無不勝就算了 都是打個急牌 一急便會有票 當然他一路選都未試過輸 亦都不需要擔心輸 但是你看看他在民主黨 在他領導的滋暴底下 又怎樣呢 其實可能是一個很差的發展 就是他單憑選舉 他自己個人的魅力便可以贏 然後甚麼都不用做 有時是被迫的 但香港的政治當然是 很體重個人 這個亦都不是 你雖然說喜歡不喜歡 都可能是一個現實 但是他沒有檢討到這件事 問題是如果有一天離開 那又怎樣 不就全都倒閉了 就好像說駿洞東 你完全地區工作 各樣東西 現在你選舉 你握握手不知道結果會怎樣 所以我想 這裏其實很大程度上 我們對於一些政治人物 即是生辭的所作所為 一定是一個平衡的 有好有話的一個評估 而不是一邊島 為了要圍住一個原人的形象 而對他連批評批判 其實那個問題就在於甚麼 你越是覺得他重要 或越是覺得他一言九鼎 或者是垂法後勢 就越要嚴格 即是說在梳理材料 在資訊的平衡 以至到訪談 就不可以只是一邊島 當然這本文章 是思耀華 知道他起意去寫這本文章 他不知道他有癌性 他已經準備寫 有癌性是用加快的方法 其實斷斷續續 由有先 明報 即是他指定的傳媒 採訪之後就當是一本無益錄 不是一個很有計劃的 慢慢地疏理 變成好像一些新聞採訪 揭集而成的所謂 在這一點上 我覺得真的沒得渴求 因為回憶佬就是他回憶 當然你說一本回憶佬本身 究竟可否可以做到兩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就是他個人的一個敘述 第二個部份其實 就是找一些對歷史 對政治認識的人做一個旁證 做一個對比 或者疏理一下原始資料 理清一些他說的東西 究竟不是呢 但問題是因為這本文章 就是司徒自己覺得 都要寫一些 都要回憶一些東西給後世 他主動去這樣做 而中間加插了一件事 就是他不幸是染了暗症 要加快的那個象徵 亦都更加不幸的就是 因為他未試過在法民主派 受到這麼強烈的挑戰 就是他的領導地位 也未試過在香港的民主運動裏面 出來扮演一個 跟共產黨妥協的角色 所以在這個朱總的原因 和合力底下 他很難去聲平氣和地回憶 他是要為了回應他 過世之前那一兩年的事情 做功夫 當然以前的回憶 我們任務不得不敢致願 可以移民而已 為何會這樣 所以很大程度上 我們會說 看這本回憶的讀者 究竟用甚麼心態 或者用甚麼態度去看這本書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很簡單 等於他在這個回憶那裏說 他在學友社被鬥倒之後 去了兒童日報 做兒童甚麼 我忘記了 兒童甚麼鬼 養約報還是兒童周報 那裏做編輯 即是義務 他都寫錯都很勤 一揮而就寫成萬幾字 問題就是那段時間 他到底跟中共的關係是怎樣 因為那張是中共的外圍全體 他已經是要求他入黨的人 那時候已經是要求他入黨的人 你都講一下就講了過去 他在文革有甚麼想法 他在反映抗暴有甚麼想法 他回憶的時候那段是空白的 可以寫一個後續 看本書的時候請留意以下文 他今晚那段是空白的 他有些旁證說 廖一元後來都有參加反映抗暴 他很敬重的人 習暖輝本來是一個出版商 為了一個講義氣或是講氣節 寧願坐牢也不肯認錯 在這個摩星寧那裏坐了一年多的政治監 他都有回憶 回憶到底他當時在做甚麼 他好像是一個旁觀者 他都有做過甚麼 他怎樣評價這件事 沒有的 他就說到1989年我終於醒悟了 中共是不行的 雖然我被中共欺騙了 但我一直都沒有怎樣罵他 到1989年我知道 已經再不出聲不行了 那很簡單 如果你是一個 一而貫之的政治領袖 你有十幾二十年可以不出聲 而且你仍在從事社會運動 即是你在社會裏有份量 你是教協會的會長 你有搞金禧運動 有搞金禧運動 有搞中文法化 有搞反日運動 反對日本傳改教科書 有的 是一直這樣搞的 你有搞事 但怎麽有關鍵議題 即你的政治取態是不見了 但你一直在社會裏做政治活動 很簡單 譬如70年代初 70年代初 70年代初 80年代初 中國民主運動 有搞過 沒有 文革怎麽看 沒有 所以大家去看思路華功過的時候 你倒不如用一個批判的角度去看 即是批不批判 即是一個疑問 他到底在那段時間有什麽心路歷程 他做過什麽 他怎麽想是一定影響他 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的領袖 很簡單 我怎麽看文革 我怎麽看對中共的態度 很簡單 他一路這樣排斥托派 到底怎麽會這樣 現在他都覺得托派是壞人 因為當時是受壓 或者當時他覺得中共很討厭托派 他不想沾這堂污水 不想得罪出來 阿哥 不是這樣你寫什麽 很流水帳 不能搞 你流水帳都不是代表你沒有破綻 其實是 那段時間之後 斯奧華作為具體的人 具體的人就是社會運動的領袖 蒸蒸日上 他覺得他很有趣 即是說 每一個群眾運動都因為他參與 而由萌芽到絕像成長 有一定的成功果效 但是抽象的斯奧華 斯奧華的腦想什麽 以及他用什麽去推動 做一些正常正確的行動 就不用說了 不用了 原因是很簡單 他很少跟中共對抗 中共當日是廣交朋友 所以由七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 要廣交朋友 當然配合到斯奧華 跟那時的活動 跟中共的活動 不相撥 不相撥 甚至那時八十年代統戰 許家團 很快 其實斯奧華在七三年做了 即是搞了這個八課 跟著成立了教協之後 他跟著就 到八十年代初開始 已經是做了草委 就是這麽簡單 就已經做了草委 即是他有十年的社會運動的領袖經驗 其實他已經迅速政治化 已經是基本法草委會的一員 當時找他 都肯定有一定很大的理由 怎麽會找他 如果根據他家團委錄 最主要原因是教協 他手上有這麽多會員 在香港一定有一定的引力 所以很大程度上 為何找斯奧華做草委 即是他可以穩定到 其實以教師做輻射 即是一部份專業人士的票 那些當然不是那些真是很專業的人 其實是一種 即不是好像律師或會計師那種 那種所謂藍血專業 而是在社會進程裏面 我們要提供醫療、社會服務 其他各種服務 基本需要膨脹的白領工人 或者是一些專業人士 當然除了專業人士本身 老師的部份之外 其實社運的部份 由善改教科書、南京大屠殺 很大程度上 斯奧華本身社會凝聚 都是成為中共為何找他 參與基本法工作 一個很重要的人 但代價是他不出聲罵中共 那段時間刺激了 所以其實你看任何回憶錄 或是自傳回憶錄 你不結合當時社會政治 甚至各方面的狀況 你是不能得出一個 這亦都是香港社會運動的 歷史一個空白狀況之下的情況 因為沒有人能夠編到一本 編電史或一些斷代史出來 做一個資料的佐證 其實是難的 很簡單 譬如現在在大專院校裏面 究竟你寫書 當不當作為你學術著作的一個部份 不同院校都有不同標準 所以我想你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為何外國這麼多學者 其實都願意花四五年時間 去寫這些書 而反而香港學者不願意 這也是跟香港大學的對學者 升遷和遊戲規則有一個很直接關係 因為寫這些東西 你不介意的 為何有人寫 所以我想無論是從歷史 甚至我們會說其實 香港大專院校的歷史學校 基本上政治方面比較保守 如果你說寫一些和泛民有關的人物的事跡 可能他寧願不會碰 所以我想為何你研究香港歷史 但是人們為何不研究香港歷史 一些很核心很關鍵的課題 而所研究疾病史 傳染病史 那些都是有用的 那些都是有用的 那些缺失太大 你缺了有些相對重要的部分 即是一個社會運動史 社會發展史 政治更替史 那些都是不可決的一部分 所以這可能是大家可以留意到現在 整個香港學術發展的一個很大的一個缺失 好了 差不多了 我希望大家不要只聽我兩個說 大江東他固然是 這個 也挺厚的 也挺貴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 去讀書館借去看 或者買 或者買了之後借給人看 影印都可以的 那本守護者 大家其實是不必買的 我覺得是 那本出版是非常之差的 是作為一本書 好了 節目時間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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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